今儿了 说少婚多素 日三餐 粗也香甜 细也香甜 心就衣服不挑剪 好也欲寒 赖也欲寒 长鱼知己聊聊天 谷也谈谈 今也谈谈 这日子要过的就是一个平和心态 有人吧 也想找人交流 可遗憾的是 他找错了聊天对象 你好 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问你 我这是110 请你说 注意点 您给我接下秦德利的 秦德利 你拿5798110 好好说 秦德利 你拿5798110去 你骂谁的 你别管我是谁 我们根本跟你说 我们是公安局 老子我一辈的官女的 能判你个110吗 我不是像你 现在是你的语气不对 你要是拿枪来 避了我 我扶你 你要是拿枪 避不了我 那你怪我吗 这人脑子令不清 焦白辱骂110 闲得没事来找茬 想不被抓都不行 全程录影录像 找你和这点事儿 说我走一下 配合一下 好吗 好 稍微走 经调查 男子有某今年40岁 因为经济就分的事儿 一心情不美丽就喝酒 一喝酒就打110119报警电话 一打电话就没完没了的骂骂咧咧 借着酒劲满嘴抛货车 仅仅从2020年11月26号到12月25号 一个月的时间就报警150多次 我们公安机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然管理处划法第26条第4项之规定 对其进行处以15日的拘留并署罚款1000元 这是实打实的作死的节奏舞啊 没事打电话骚扰警察 还漫漫咧咧的 这过年没地吃饭也不至于这么胡来吧 就电话一直让你这么霸着 真要是有需要的人打不进来 我跟你说那会出大事儿的 这个就是啥呢 就属于小时候学校教育失败 长大之后爹妈教育不来 只有警察才能帮他矫正 好送货上门了 吃饭 吃饭